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域学堂 今天开始我们讲新的一篇文章了 武昌会 一向擅长写鬼神的鲁迅 其杂文被一些学者称为是 几乎翩翩谈鬼神 处处见鬼影 而武昌会这篇散文记述的就是小的时候 鲁迅去观看赛会鬼神的内容 这种迎神的活动其实是很多的 武昌会是算其中最盛大的一个会 在这一天人们用仪仗 古乐 歌舞 杂戏等形式 把这武昌神从庙里给抬出来 迎一迎 赛一赛 周围的街巷的老百姓据说可以消灾其福了 整个活动具有一种狂欢节的气氛 中国的节日你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中秋节 端午节 元宵节 基本都不快乐 所以最后都变成了吃货的季节了 但是西方的某些节日就不一样 比如说外圣节 大家装扮成各种样子 小孩子极为喜欢 因为好玩嘛 那这个武昌会也的确是很好玩的 可惜咱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那对鲁迅来说当然非常有吸引力 不过咱们在正式讲解武昌会这篇文章之前 还有一个基础性问题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这篇文章其实也读不了 啥问题啊 那就是何为武昌神啊 武昌神啊 其实还有别的名字 比如说武通神 另外还有什么武圣 武显 武露 武相国 武方显圣等等 名字特别多 这些数不生数的名字 就让我们浮想连篇 武圣 武显 武方显圣 这几个名字读起来 感觉像五个显规的圣人 总之是五个好人呢 但是武昌这个名字啊 听起来怪怪的 怎么都不觉得像个好人呢 我查了一下字典啊 更有发现 说这昌啊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他是樊犬旁 指的是狗在闹市撒野 叫昌 那啥叫绝呢 这个绝指的是这个狗啊 因为癫狂过度 然后昏绝于地了 叫绝 所以昌绝形容狗啊 撒野时间太长 无人能制止 最后靠他自己昏厥 然后收唱了 这听起来啊 我们马上脑子里 蹭蹭蹭浮现 那个在家折腾拆架的 哈士奇形象啊 这就是猖獗了 所以武昌这个名字 怎么读都不像是五个好人 还有啊 武相公则更有趣了 难道是五个帅哥吗 为什么叫武相公呢 总之啊 这武通神 是挺让人捉摸不透的 五个神职 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神呢 据学者考证啊 武通神呢 是唐代兴起于古辉州的雾元县 这雾元县这个地方啊 现在其实不属于安徽了 属于江西 但是古代啊 都属于辉州的 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嘛 反正武通神在唐代的雾元县 就开始发端了 此后江南地区也开始普遍流传了 是江南民间的信仰神领了 到明清的时候达到了鼎盛 这五个神啊 据说是一母所生 是同胞兄弟 而且啊 各自都有一个夫人 所以啊 鲁迅在文中讲啊 他有一次去东关的无昌庙 看到那个武昌神啊 是五个男人 后面还坐着五位太太呢 一个庙里十个人 而且这个庙特别的小 看西游记 咱们知道啊 玉皇大帝 太上老君属于道教 如来佛观世音呢 是属于佛教 总之啊 我们的神旨不属于道教呢 一般属于佛教 但是这个武昌神啊 就特别独特 他既非佛教 也非道教 是非佛非道 颇为神秘啊 有本书啊 叫祖殿灵应吉 这个名字一看 就是神神鬼鬼的 叫灵应吉嘛 里面记载说 唐朝的光启二年 公元886年 某一天 五个长得像王侯一般的神仙 突然从天而降 降到这物源城中 而且啊 这五个神就告诉老百姓 这个地方 是属于我们 食烟火的地方 你们祭祀我们呢 我们就保佑你们 于是啊 老百姓们按照他们的形象 建立了庙宇 也就是武通庙了 而且还给他们搞了五个塑像 虔诚的禁风 这是记载中的最早版本了 然后到宋徽宗的大观三年 公元1109年 国家承认他们了 还赐了一个庙额 啥叫庙额 就是在庙上写的那个名字 叫灵顺 那这个庙就叫灵顺庙了 加太二年 公元1202年 还特封王爵 加定六年 公元1213年 又封八字王 他们成了王后了 因为封爵中啊 都有一个显字 所以啊 又称为五显神嘛 到了明朝朱元璋 洪武年间 朱元璋命令啊 每年都要祭祀这个无限神 民间传说 朱元璋之所以祭祀这些神仙 是因为啊 他经常做梦 梦到死亡的将士 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祭不过来 于是啊 朱元璋决定 五人一个小组 接受人们的祭奠 据说是这样啊 洪武三年 1370年 朱元璋就要求从南京 到各地方的州县 甚至啊 乡里村里都要求祭祀 开国将士 五人一组 里一尺五的小庙 就特别小 才一尺五大小 哎 以血实是鬼 有所归附 不危害老百姓 大概是为了便利嘛 老百姓那种祭祀 随随便便 所以呢 这个庙宇搞得特别的小 通常来说啊 高和广啊 不过三四尺 极为狭小 里头往往还有十个人呢 可以看出来啊 这五通神呢 曾一度得到官方的认可 是官方认可的神职啊 但是不断发展之中啊 人们逐渐把五通神和佛教中的五通仙人 就混淆起来了 佛教中啊 所谓的五通仙人啊 是通五种神力的神仙 但这些神仙啊 有一毛病 好女色 佛典中啊 也有很多五通仙和女色相关的各种说法 因为受了五通仙的影响啊 这五通神 从此也染上一个毛病 就是种女色嘛 然后开始慢慢堕落 成为邪神了 还有点那种少儿不移的那种感觉 宋代红外的一间丁制 里头有一篇叫江南木刻就说了 说这五通神啊 游喜银 或为士大夫美男子 或随人心所喜目而化行 或只限本行 也就是说 他们不仅啊 可以变成美男子小鲜肉 而且还可以变成女子喜欢的那种男人类型 要猛男就有猛男 要文弱殊胜呢 就文质彬彬 是千变万化 随你挑选啊 里头还说了 扬道状为 妇人遭之者 率厌苦不堪 累脆无色 精神俨然 哎呀 这一段我就不发疑了 实在尺度太大啊 有点像吕不韦列砖里头的烙矮啊 你们自己去查资料吧 因为这五个神啊 品性恶劣 自然就被驱逐出正神的行列了 只有民间才把他们作为祭祀的对象 浙江上语啊 有一个学者叫王德江 他写了一本书叫银东关春秋 里头啊 就直言 说这吴昌神啊 是神道中的黑帮 不过这个黑帮啊 也不是那种什么 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 无恶不作 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 享受完女人 会给这女人家 惊人的财富 明代冯梦龙啊 《情史五郎君》里头也说了 说其神能奸淫妇女 运输财博 利能祸福 现行人间 《情史》还记载了五个武通神的故事 大体内容都是武通神 怎么怎么私通别人的老婆 或者别人的女儿 然后去给他们家不少的钱财 具体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个叫李深知的人 他的老婆被武通神所拒 他向神就要求了 你必须给我很多的不咬 绝差 说白了 就是一些首饰 你给我 这武通神呢 于是就到苏州太守的府衙中 去偷刀 把这偷来给这女人 结果啊 这府衙门口啊 有中奎画的画 然后被这中奎和门神所伤 受了挫折 说明这武昌神 给人报酬的一个钱 还往往是偷来的呢 清代 在蒲松林的辽斋志义中啊 也有记载说南有武通 由北之有胡也 然北方胡遂上白济区遣之 至于江浙武通 民家有美妇 这被淫战父母兄弟 皆莫敢喘息 危害有猎啊 意思是北方的狐狸吧 有的时候勾引个男人 还不错 人们还要把他驱赶走 但是南方这武通神更可恶 但是南方人居然去祭奠他 非常奇怪了 到了明清啊 武通神实际上就成为了 旨在民间祭祀 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银寺之神了 并且屡遭近毁 这其中啊 由以康熙23年的 汤斌毁银瓷事件 为主要代表 当时啊 官方就着力打击 这种民间的祭祀 但是官方的打击啊 始终未能动摇 民间信仰的存续根基 明清时期啊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江南啊 非常发达 尤其是江浙地区啊 很多人都是经商求钱嘛 而武通神不仅奸淫妇女 但是善于偷盗赏赐人钱财 这样的本领啊 让无数急于求财的民众啊 是痴狂之身啊 发展到近代啊 这个五个银棍 居然摇身一变 有了偏财神的称号 现在杭州的北高峰的 灵顺庙里头 就供奉着武显盛的这个财神 被人称为天下第一财神庙啊 至今祭祀求败者是路易不绝 香火即盛啊 更有趣的是 贵州西北部啊 有一特殊的族群叫川青人 他们非常崇拜这五个仙人 大概是因为他们啊 经常奸淫妇女 而且呢 这个地方呢 有点古人的那种生殖祭崇拜的感觉 就把这五个人啊 当作宋子观音这样的人物来崇拜 希望他们家能够多姿多福 也是很尴尬的 其祭祀的仪式啊 也非常哨而不已 我就不说了啊 大家可以查一查 这个民族的一些信仰 除此之外啊 这五个恶棍在民间香火不断 还有一个原因 人们惧怕武通神作祟 如果他是正神 这咱不用怕 因为他不会危害人间嘛 但如果他们是邪神 他们是要敲诈勒索的 你要是不祭祀 那你们家可能要遭殃了 这就像村里的几个小流氓啊 拉帮结派 你平时在村里生活 还必须尊敬他们 逢年过节呢 最好给他们送点东西 为啥 宁得罪君子 莫得罪小人嘛 你不祭祀武通神 小心他们来祸祸你们家女人哦 所以武通神啊 是从正神堕落到邪神 这么五个神指 你了解了这个 也就能了解后文 为什么鲁勋的爸爸 要他被剑掠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